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完整的制作一下这个汽车蜕变的一个动效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节课我们要完成的一个效果 好 非常的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完成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由于这个汽车蜕变的动效 它对系统的一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边我就没有选择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汽车模型 而是选择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可爱的一个BMW 一个宝马的一个小小汽车 来作为一个模型一个演示 好 那么首先它会从这个车漆里面慢慢的蜕变出 露出它这个底层的这个红色 然后接着当它快速转动的时候 那么就看到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布料就直接飞开 好 非常酷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制作过程 我们打开这一节课的工程文件 好 先来看看当前我们这个BMW小汽车 那么当前这个工程文件实际上也非常简单 首先有一个已经是K好观念针动画的一个摄像机 然后接着是这个汽车的模型 BMW的一个汽车模型 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台 好 非常简单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来打开这个汽车模型 来观察一下 在这边已经是分类好了 首先在这边已经是给它外面这个绿色的这个车壳 是给它添加了这个布料标签 我们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就是剩下它内部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小配件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配件隐藏起来 那么就是剩下它这个内部 那么这个就是汽车的这个结构 那么现在我们要让它这个绿色的这个车切 直接蜕片开露出它底层的这个红色呀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选中这个绿色的车切 外壳 按住Compute键 拖动 复制一个出来 那么这个我们改一下名叫做红色 那么我们把这些权重的标签删除掉 包括它这个材质 然后在这边我们把这个红色的材质给到它 好 那现在这个绿色的车切 还有这个红色车切 实际上是完全叠加在一起的 好 那么就是我们按Compute加R选一下 就看到出现这样的一个错乱 那么这个有处理方法之前也说过了很简单 直接给绿色的车切添加一个布料标签 把它的厚度增加一点 好 那么虽然在这个预览图上面 我们看到它还是有这样一个错乱 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这个绿色的车漆是有一个厚度的 那我们按Compute加R选一帧 那么就不会出现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现在我们选出来是正常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是不是要给当前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车漆 给它添加一个模拟里面的一个布料标签 添加布料标签之后 那么它默认会受到一个重力 所以现在我们播放 我们把这个摄像机视觉退出 找到一个镜头 好 我们现在播放 那么它外面的这个车漆就会掉落下来了 好 那么我们把它的一个重力改成0 好 那么现在再来播放 它就会维持在原来的这个地方 不动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它添加权重 好 我们选择这个角色 在这个绘制工具里面 首先给它添加一个完全的一个权重 选择它 选择这里面 然后点击应用全部 那么在这边 我们先把这个布料取面关闭 我们把它 选择它应用全部 然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的也隐藏起来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现在所有它这个绿色的一个外壳就是应用了全部的这个权重 那么接下来我们选择其他的地方 然后选择这个描绘工具 然后再给它添加第二个权重标签 那么第二个权重标签它的一个强度是0% 好 那么它现在就是一个红色的 红色也就是说它完全没有权重 好 继续给它添加第三个权重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它改回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把不必要的先隐藏起来 把它的一个内部 积紧底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第三个权重标签 就是让它一开始 这个开始生长出来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一开始 我们看到它从这个底部还有两端生长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它这个底部 画上这样的一个权重 在这边我们注意啊 我们画权重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画 因为我们这样画的话很容易就画到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它应用全部 先把它变得全部没有 然后我们把这个仅限可见取消掉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视觉 挪到上面一点点来 确保我不要选中后面的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选中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权重标签再改回百分百 好 我让它在这一块一开始是比较多的 然后从两边也给它添加一点 包括这两边也添加一些 不需要添加的太多 好添加完毕之后我们再来转一下 确保后面不要添加上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按NB观察一下 那么我们包括在这个镜子上面 我们也给它让它一开始 也从这边开始消算开 那么在这边稍微给它一点点 同样的这边的这个镜子也是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画好了 这个叫我们给它命一下名 这个叫做生长 那么这个是完全没有顶点权重的 那么就叫 learn 那么这个就叫做 好 接着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解过的 这个顶点权重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把一开始这个grow放进来 接着把all放进来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点击它 那么就看到 同时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生长开启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播放看看 那么就看到当我们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这样子 这个顶点权重就开始生长起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当前这个 生长的一个顶点权重啊 反转一下 反转一下 所以我们用到这个反转的一个顶点权重的一个插件 那么也是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已经制作好生长动画的一个all 拖进来 然后把完全没有顶点权重的拖到这个结果里面 这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这个 learn 那么我们在来播放 那么它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顶点权重 好 那么在这边可能有些不好理解 那么大家回去之后再反复看一下 就看到了 我们实际上当前这个顶点权重是反转过来的 从一开始是百分百所有都是黄色的顶点权重 然后就开始慢慢扩散开这个红色的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顶点权重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顶点权重已经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它添加一个球体 那么这个球体有什么用啊 把它吸掉 吸掉之后隐藏起来 哇不需要 那么给它这个添加一个模拟里面的一个布料绑带 把我们的这个球体拖进来 好 然后这时候选中所有的点 然后点击设置 那么它现在全部这个点啊 就会设置到我们这个球体上面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绘制隐藏起来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当前的这个已经做好反转的这个顶点权重标签 拖到我们这个影响里面 也就是把这个弄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所有的步骤已经做好了 好 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布料标签 那么在这边我们需要它湿裂开 我们按MA 我们勾起这个湿裂 然后把它一个质量啊 稍微的减少一点吧 0.5 然后硬度也可以稍微的给它降低一点点 80%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让它湿裂生效啊 就要把这个布料局面开起来 那么现在这个布料局面是有厚度的 那么这个吸分数啊 在最终选的时候再打开 那么现在先布打开啊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我们先把简单来测试一下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风力 让它向上歪轴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风力强度吧 给它试 然后湿牛稍微增加一点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播放看看啊 那么就看到它会 哇现在这个这个力比较大啊 我们稍微的让它减少一点 好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可以看到它现在啊 就开始慢慢的从这边啊 慢慢的消散开 然后接着啊 包括我们这个禁止也会慢慢的消散开 那么接着在这边 就会飘散开来慢慢的剥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了 好了 当然我们在直接在这个布料标签里面调整啊 就不方便我们控制它的一些方向啊 还有一些湍流 它是一个整体的啊 一个方向来进行调整的 所以在这边啊 我们不要在这个布料标签里面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把它一个风力强度直接改成零就可以了 那么改成零之后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我们在这个图上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啊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模拟里面 例子里面添加一系列的这些场啊 来影响我们这个布料 那么在这边我已经是添加好了一系列的力场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我先把这些啊隐藏起来一个个开启 那么首先为了模拟真实啊 肯定是要给它添加一个重力场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添加一个重力场 重力场这个直默认是250的 那么我们稍微给它改少一点点 改成加速度200 好 那么它现在所有的布料啊都会向下落了 我们来播放看看 也就是说一开始它先会从这边慢慢的向下落下来 所以说这个案例啊 它实际上是会对机器的要求啊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一开始没有选择一些比较高精度的一些汽车模型啊 那么现在这个200的一个重力啊还是比较少的 可以看到它现在比较慢的一个下落 好 稍微给它一点点重力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给它一个锋利往这个方向催 好 所以我们开启一个锋利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就看到我们当前这个锋利啊 它的一个指向是沿着这个方向给它开启的 那么这个锋利它里面的参数啊 我把它改成350 然后开启一些湍流 然后还有一些湍流的一个缩放 湍流的频率啊都根据实际的效果 大家来调整一下 那么在这边我就不细致调整了 好 那么现在啊我们说到一个重力一个锋利 那么它是整体的向这边催 那这样子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效果 实际上是我比较偷懒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车漆露出来 看起来是比较好看啊 但实际上啊是一个啊 它这个车漆啊直接吹到我们这个车里面了 那么由于我没有给这个车添加一个布料碰撞的一个标签啊 所以它其实是现在的布料是在车里面 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忽略掉了 好 那么现在啊我们就 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我们啊不给这个车里面添加一个向外的一个扩散的一个引力啊 我们这个布料很容易就会穿到这个车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里面添加一个向外的一个引力啊 也就是说排气力 让我们的这些布料尽量的往车的外面啊飘散开 而不要往车的里面 所以在这边啊我给它添加了一个引力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很好的看到了 这个引力是在车里面 这个中心点是在车里面 然后啊是一个圆形 然后我尽量的让这些布料一开始发散的时候 就往这边 然后这边的呢就往这边飘 顶部的就往上面飘 因为它在中心有一个排气力 向圆形向外排气 所以在这边给它添加了一个引力 那么这个引力啊它默认值是一个正值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改成一个负值啊 改成负值才是一个排气力啊 如果是正值 它就会把我们的布料全都吸引到这个车内了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很简单实际上就添加了三个例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没有添加这个布料曲面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布料啊 它块状是比较的明显的 所以在最终的时候一定要对我们的这个布料曲面啊 添加一些细分 把它改成2 那么就看到改成2之后 我们这布料就精细很多了 那么在模拟阶段 我们只需要把它改成0 来观察一下就好了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没有对当前这个汽车添加一个碰撞标签 那么现在实际上啊 我们转一下视觉 实际上它有些布料是从这边 这里面穿插进去的 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看到 在我们的车的内部啊 就已经是有些布料了 好那么大家想要一个好的效果啊 直接给我们当前这个红色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外壳 添加一个碰撞体就可以了 好那么看到啊 当前我们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制作出这个 啊 汽车蜕变的一个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它有一个正确的碰撞啊 那么其实就是给它右键添加一个 模拟里面的一个布料碰撞体 那么我们在这边啊 看到实际上它从一开始啊 它我们现在仅仅是给这个红色的这个车壳 添加一个布料碰撞体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玻璃啊 也需要添加布料碰撞体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选择工具 然后选中它 把这个 细分曲面先关闭起来 选中这个玻璃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查看 转到第一的激活对象 那么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指导我们 我们现在选中的就是这个玻璃 那么实际上我们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这个这个空主啊就是 所有的玻璃的一个复集 所以我们给直接给这个windows 给它添加一个模拟里面的一个布料碰撞器 同时我们在这边啊 这个金属边框啊也是要选中它 那么选中它就是当前这个 那么我们也给它添加一个模拟里面的一个布料碰撞器 那么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再次运算啊 这个布料就可以跟我们里面的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车壳进行一个正确的碰撞 而不会穿插到我们这个车的内部 那当然啊在这边一定要注意啊 当我们添加了这个布料碰撞器之后 它的运算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啊 所以为了演示 我在这边啊就把所有的这些都删除掉了 删除掉 另外啊我们现在再来演示一下啊 当我们回到第一帧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看到啊 现在我们这个计算过程是比较的慢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后期里面啊 可以选中这个布料标签 选中这个布料标签之后 那么在这个缓存里面啊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下 计算这个缓存 那么系统啊就会提示我们啊 需要多少的的内存 来计算当前这个缓存 当我们计算完毕之后 它就会一直在这边运算 那么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回的拖动我们这个布料 来观察我们这个布料的一个效果 另外啊我们当前通过这个时间线直接播放啊 它的一个效果是比较慢的 那要看到最终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这样子按Alt加B 这个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选择这个硬件 那么把它的一个分辨率稍微改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手动的范围 假设我在这边啊演示一下布卷那么多了 从0帧到120帧吧 好我们再来直接 那么它在这边就会进行一个系统一个解算 那么它解算完毕之后啊 这个动画速度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动画显示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运算完毕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播放 那么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运算速率 那么我们要根据当前这个动画啊 来来回调整我们这个立场的一个强度 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边我们前面的这个速度啊 没问题啊让它慢慢的消散开 因为在前面这一块啊不需要太快 那么在后面这一块啊 当这个布料啊飘散开之后啊 就感觉这个速度有点慢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对这个锋利啊进行一个关键帧 在它一开始啊 假设在这边应该是在79帧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大它一个锋利强度 让它快速的飘离 而不像现在啊 它剥落开之后 那么在后面这个飘散的一个速度啊就变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让它前面这个剥落的时候锋利是慢一点的 然后在这时候它完全脱离之后 那么我们就直接对它这个锋利的一个强度啊 可以一个关键帧 那么在90帧的时候 350 然后我们在100帧的时候啊 让它加大一点 可能是750 这样子可以上一帧啊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按Auto加币再渲染一下 然后重复观察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好 那么关于这个汽车蜕变的动效啊 就给大家完整的讲解完毕了 那么回头大家如果是机器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自己挑一个汽车模型 直接运用这样的一个技巧 那你也可以不必要对整车进行一个蜕变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部位 来测试一下啊都可以的 那么大家在交作业的时候啊 如果配置不是很好的 就没有必要对整体的这个汽车啊 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渲染了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部位 或者是这个汽车的一个镜子啊 或者是仅仅是这个车头盖啊都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